蝴蝶 蝴蝶被誉為大自然會飛的花朵 不聲不響 卻裝點了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而對大多數蝴蝶來說 燦爛只是轉瞬即逝的美麗 進入盛夏 距離春行蝴蝶不辭而別的日子 越來越近 雲南省紅河州的馬鞍底鄉 還有一個想要的名字 叫中華蝴蝶谷 這裡擁有極其豐富的植物物種 為400多種蝴蝶提供了記住和食物 其中許多是珍稀蝶類 這是枯葉蝶 昆蟲界最高超的擬太大師 如果牠一動不動 誰不會覺得牠就是一片落葉呢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 近三十年來 每到春末夏初 蝴蝶谷都會上演壯觀的蝴蝶爆發盛況 數千萬隻白袖劍環蝶如約而至 雖然成蟲平均壽命只有二十多天 但是整個蝴蝶谷的初夏 卻因為牠們的到來更加曼妙生動 在短短二十多天的成蟲期裏 白袖劍環蝶要繁育後代 而牠們自己的生命也始於一年前的初夏 當蝴蝶把一粒一粒卵產下 整齊地馬放在竹葉上時 新生命就開始了 數天後 完成繁殖任務的蝴蝶 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蝴蝶產卵大約一百二十個 平均孵化期約二十五天 剛孵化的一粒幼蟲 會吃掉自己的卵殼 藏身於茂密的翠竹間 躲避天敵 所有蝴蝶幼蟲 雖然身披鋼毛 看似擁有御敵神器 其實完全沒有自我保護能力 牠們群聚在一起 可以增加個體存活的機率 一旦遭遇敵害 會迅速吐出細思 速降避害 也會排成一字隊形 有序撤離 蝴蝶幼蟲每退一次皮 就增加一零 隆東時節 白袖劍環蝶 以三菱幼蟲躍 這時的牠們不吃不喝 處在休眠狀態 等到春天來臨 大量躍動幼蟲通常會因氣候 敵害等原因被淘汰而所剩無幾 老鼠幼蟲 老鼠幼蟲是幼蟲器的最後階段 此時的牠們 必須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化蛹 化蛹 就是要把身上這層毛衣脫去 幼蟲必須用盡全力 讓身體逐漸膨脹 變形成近乎透明 直到把毛衣崩裂 然後再使勁扭動身體 徹底甩掉毛衣 蝴蝶的勇氣更是無法躲避敵害的時期 只有幸存才有機會羽化成美麗的蝴蝶 迎來生命中最燦爛的綻放 與化石 翅膀向下 在重力作用下 蝴蝶會用體內液體 衝斬蝶翅 如果這個時候不慎跌落 它將永遠失去飛翔的能力 隨後二十多天 白袖劍環蝶要完成 種群延續的神聖使命 而遺憾的是 它們不少最終只是孤獨的 把自己美麗的身影 留在了人們記憶之中 白袖劍環蝶從在低海拔區域開始出現 到在高海拔區域逐漸消失 大約持續四十天左右 當它們不知不覺消失在夏季的某一天時 它們就完成了生命的又一個輪迴